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 不仅保留周边既有生态丰富的植物公园及儿童乐园 让原属公墓的13多公顷基地 蜕变成拥有晚山污水长等公社的产业园区 今天在众多贵宾见证下 完成委托开发契约签订即启动开发仪式 期许打造最优质的产业园区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那么草屯镇这块手工艺园区 是由魂幕变黄金 我们这个开发案 可以说能够给我们草屯镇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我们这边大概有可以将近 22家度30家的工厂进驻 会带动1200多人的就业机会 那我相信在与县长跟李处长的配合之下 我们绝对有信心会提早完工 不管在环境的安全品质的安全跟进度 我们都有这个绝对的把握 县应援蔡明轩林芳宇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并期盼园区在开发规划后 除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之外 也能为地方带来优质且完善的产业发展环境 希望这个园区经过开发规划之后 能够提供我们南投县各具特色的这个手工 做一个产业的结合平台 让外地的游客来到南投 一览我们南投地区的所有的手工艺品 带给地方一个亮点 手工艺园区 当然未来也是希望可以透过完善的规划 让我们真的可以招商到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大企业 周围的绿地保存 我们也要适度的给它保存好 还有藉由我们前面的植物公园 也是希望这边可以未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园区 让我们草屯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然后又有一个跟大自然亲近的一个环境 县府表示这次积极推动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开发工作 预估未来可引进约25家业者进驻 每年创造约18至25亿元产值 提供1200个工作机会 将可谓带动草屯地区工商业及观光发展 记者出品去南投采访报导